- 安总,我们轻松一点,现在在台湾绿茶是出口挂帅,已经连续三年独占外销第一把交椅,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,但是在业界却有另外一种声音说是靠着垄断而达成的繁荣面。 - 安总,你怎么说? - 我们的茶外销四十二个国家,其中北非就占了二分之一,就是因为量大,所以中国和日本才会退出北非与台湾茶来接手,这一波潮流就改变了台湾的经营理念还有体质。 - 外销茶的品质我们要控管,出口的管制非常严格,不合格就不能出口,底下的钉钉是一种保障,也让竞争者有底线可循啊。 - 现在茶区家家户户都忙着做茶,大家都有钱赚,更重要的是有了国际贸易关,这点从外汇的数字上就可以看出来,现在可以说是台茶最活络的时候。 - 上一季,其实我们就有一次外销高量纪录,我们销售摩洛哥一万两千… - 六百。 - 六百。 - 一万两千六百公吨的茶。 - 这个数字呢,是大家齐心共力拼堆出来的。 - 如果没有合作的话,根本不可能是下账单。 - 当然,还有要归功政府,要感谢政府明确的茶业政策规范跟他们的辅导,让我们的外销茶能够有灵活的一面。 - 那至于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垄断的部分的话,这些全都是外界的一些留言,我们还是有让业者有选择的权利。 - 范总经理不会真的以为其他业者还有选择的权利吧? - 下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一心小姐,听说日光是想要做台湾第一家茶品牌。 - 这个想法其实不是从我开始的。 - 应该是从我父亲那一代就有这么想了。 - 台湾茶其实很有潜力,我们不应该满足做农业加工而已。 - 我们应该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茶的实力。 - 所以,难道日光是想要做世界第一? - 我们没有想要做世界第一,但我们确实想要做世界上的唯一。 - 日光公司啊。 - 日光公司比较理想性。 - 其实,台湾的茶占全世界不到百分之一,撼动不了市场。 - 很难建立起品牌。 - 错品牌又没有标准答案。 - 我们可以参考世界各地的品牌得到一些灵感啊。 - 茶这个东西是这样。 - 茶这个东西的问题在于,它不像酒。 - 没有一个标准可循。 - 每一杯茶会因为每一个人泡的时间、量和习惯而不一样。 - 当你没有办法提供客户相同质量产品的时候。 -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。 - 这是值得做的吧。 - 而且总得试试看啊。 - 是,但是贵公司还没试出来吧。 - 贵公司还没试出来吧。 - 贵公司还没试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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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